大翻盤 辛龍承認沒中樂透 如果我有4.6億元 我現在怎麼還會站在這裡 我怎麼還會來錄影 就想要掩蓋啊 所以現在到底是有中還沒中啊 他這麼關心 全英日前吳宗憲爆料 辛龍中了兩億樂透 引起軒然大波 起初辛龍澄清是1.2億 之後有鄉民推理 其實是中4.6億啦 甚至有彩宣航老闆 上節目加碼爆料 不只中投獎喔 還中6柱42萬惡獎咧 哇咧 一變再變 到底真相是什麼啊 有請辛龍本人揭曉 彩券行的老闆說4點多億 那變成是真的 因為劉真還幫我生了女兒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這幾年裡面 很幸運可以去到劉真 一個真心相愛的人 淡水是有趣啊 但是關於彩券啊 關於這個獎金的事情 我今天已經就是說 有這個最高的這個 這個高人啊 而且就是覺得說 這個性都不要再提啦 是的 因為憲哥這玩笑一開 讓一堆不相安的人 找傷心囉 已經造成不少壓力啦 但不少網友依舊不信 就是中投獎才不承認啊 真的秀次來看 但也有人認為 中了也是人家的事 憑傻想啊 娛樂東新聞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後雨 如露亦如電 因作如世觀 跨倒